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许希文 她漂亮的程度 实在已经是超过 我们能够想象的地步 可是许希文最近在家里面 她行程很满 她忙着吸收很多新的资讯 所以我们万般无奈之下 只要把她过气的妈妈 许希帝小姐 找她跟我一起 我以为我的大帐是康康 怎么会是你啊 康哥呢 康哥没来是不是 你为什么 不让你女儿出来 主持节目 刚刚灯间要亮的时候 我心里已经满不爽 想说我休息了七个月 然后第一次回来工作 掌声也不过就如此 然后你又跟我讲 这一系列的话 你女儿是比你红吧 没有 而且她也没有不漂亮 真的吗 因为现在婴儿走的 不是漂亮路线啊 就是婴儿的样子啊 OK 就冲鞋量是很可爱 所以你真的觉得 你没有过气 有吗 你生孩子的时间 应该已经不知道 演艺圈发生什么事了 是没有在follow真的 真的啦 就大家都忘记了 这位是徐希帝小姐 她以前叫做小S 可是你知道我走在路上 还是有很多粉丝会 小S 就是他们看到我还是很开心啊 真的吗 而且你也记得 男朋友是为你而来的吗 好 为你来的 我不在的时候 节目收视率 有很好吗 比你 比你再说好 对 没有啦 你不在的时候 现在节目差很多 辛苦你了 对 你也姐妹搭档有人来代班 成绩也不怎么样 跟谁搭档最痛苦啊 我怎么能耐下那样讲这件事情 你刚才不是说是那个 不要讲出来 你再跟我道歉 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 你比你女儿红多了 谁最美 徐希帝最美 然后你是你姐妹套里面 最会主席节目的 OK 好 你虽然很幽默 可是不是谐心 你是玉女红心 性不性感 性感 超性感 你随时小心 因为我就没有很多 你说很淡的名单 你嫁给别人 我觉得全天下的男人都心碎 好了 好了 跟我留一等下再讲 今天为了欢迎我们的天后 徐希帝小姐呢 我们把她的同学请来 开一次同学会 那以前大概 希帝他们觉得 开同学会的时候 如果会讲出那种话来说 我同学都已经生孩子做妈了 你们都会觉得很 沧海桑田的感觉 我们都会想说 她怎么会把自己搞到这种程度 黄脸婆 什么在家带小孩 结果现在已经没资格说人家 对 你竟然是今天同学会里面 第一个做妈 但是我至少没有把自己 变成黄脸婆 没有吗 没有吗 你刚才知道 你刚才说 你刚才说谁主持的时候 都不接话 没有 你真的肌肤很滑嫩 好 我们要邀请这个 华刚同学会的人出场 出场的选顺是依照 我们对他们害怕的程度 请出来 应该是跟我熟的程度吧 应该是我们害怕他的程度吧 因为我们欢迎大S 欢迎 欢迎 嗨 嗨 嗨 小孩子 嗨 怎么办 今天开同学会 然后已经有一个人是做妈的 就那种 你们回去就会窃窃私语说 同学会 然后有一个人已经做妈 有小孩 其实我们以前在华刚一校 有七仙女 然后里面七个 大概有三个都做妈了 有吗 对 有一个已经做妈了 真的 所以你不是第一个耶 我不是 OK 那还不错 就是漂亮的里面第一个 其他的都变我脸吗 你知道吗 是因为之前做妈的那个 他本来就不是走漂亮的路线 对 所以也没上去 你还被这样伤害人家 对啊 你合力呢 奇怪 他是路人 又不是明星很关心 好 华刚第二位同学 我们欢迎是林志颖 哈囉 林志颖 菁长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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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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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況 彈性什麼都很棒 那那個胸部呢 這個就不太行 不行吧 胸部我來捏齁 我捏什麼 妳有捏過她胸部嗎 我記得她全裸我都看過 從懷孕到生的全裸 全程我都在旁邊陪啊 我餵母奶的時候 她也順便吸了兩口 有點懸 妳真的吸她的奶嗎 沒有啦 那妳有幫忙把那個奶擠到 小瓶子裡面去嗎 就是我 她就是全程啊 包括她坐月子啊 然後開刀縫的時候 我全部都帶到旁邊啊 她沒有幫忙擠奶 但是我老公真的有 把奶擠到瓶子裡去 現在都有那個電動的了 有電動的 只要照上去就可以了 但是因為電動的它有時候 妳如果上面不通的話 妳吸也沒用 它只是乳頭越來越長 所以妳還是要把 真的 我不是要講色情 我是說這是一些健康的知識 所以妳還是要靠手把上面都捏通 那妳這樣捏很難捏啊 所以妳要請第三者來幫忙 OK 對 要有樂趣嗎 妳當時不會想說 唉唷 討厭 妳只會覺得好痛 其實可以講有副作用嗎 什麼副作用 就是缺點就是會變成那個 就是那個原本的那個暈啊 會變得大概跟手掌那麼大 所以妳現在暈已經跑到外面來了 有看到嗎 有點 因為變很大 她想說那是蕾絲還是乳暈 好啦 是乳暈嘛 嚇死 沒有 我當時也很害怕想說 就會一直這麼大嗎 可是她後來漸漸縮回去了 OK 所以我比較享受冬天的感覺 因為 就不用露 冬天一冷妳就會覺得 它就會再越來越 你知道 但是夏天一熱妳就會覺得它比較開 散開了 OK 所以希望冬天趕快到外面 好 下一位我們歡迎很少露臉的華高同學 我們歡迎小刀 這是同學還是學長 是同伴同學 同伴同學 他是我們的奴隸 對 OK 為什麼是奴隸 就是他 因為他以前暗戀小S 然後他都會每天都說 弟你好美喔 弟怎麼樣 弟要不要跟我在一起 對 然後叫我就說 原 你快點叫弟跟我在一起 然後我們就說 你要叫我跟他 叫我幫你們倆牽線啊 那你先去幫我買一碗粥 原 你幹嘛這樣子 好啦 你要吃什麼口味的 我為什麼要叫你原 他還不愛你 他就叫我們弟元 然後叫阿雅 就叫雅 那你要不要 你見他旁邊去啦 去 可是他現在都已經有女朋友 我又已經結婚生子了 對 雅有什麼關係 那個第一 你跟徐蕙希還沒分手嗎 沒有 在一起 他已經什麼都跟我講了 你的話也太好套了吧 小刀 小刀 你叫他結婚的時候 心中有一絲求暢嗎 我很想去 我在等他邀我去 結果都沒有收到那個邀請函 有啦 我有寄啦 謝謝 沒有郵菜保證 我可能沒有收到 真的 對 這郵菜怎麼搞的 所以 你什麼時候開始 就放棄徐蕙希地了 我很早 當有一天 我又買了一碗粥給他的時候 然後阿雅跟我 阿雅就很誠懇跟我說 小刀其實你不用這麼辛苦 我大概就知道那個意思了 所以是阿雅廖北岸喔 阿雅廖北岸 阿雅跟我說你真的好可憐喔 然後我就沒有再收縮 那是阿雅在中間想要橫刀多愛嗎 對 阿雅就假裝是我的好朋友 但他一直橫不爽我那麼受歡迎 對 然後他這樣想要攔截小刀 阿雅是想要把自己獻給小刀 阿雅是不是喜歡過小刀 還是另外一個男的 沒有 不是 後來是阿雅介紹他姐姐給我認識 阿雅的姐姐 不是徐蕙希地的姐姐 不是 不是 阿雅的姐姐 超不配的 小刀以前在學校 真的是很搞笑的路線 對 是諧星 是諧星 不是帥哥 對 他不是帥哥型 是諧星還是笨蛋 笨蛋啦 笨蛋 講那麼好聽 好 下一位是學長 不過雖然年資比你們高 可是他跟林志穎比較熟嘛 對不對 跟你們沒有什麼交往 對不對 好 我們歡迎張兆志同學 Sure 歡迎 Jorge 你可以站這邊嗎 你第一次看到 七仙女的時候的 心中獨白是什麼 哪有七仙女啊 只有兩個可以看而已 拜託什麼也不錯好不好 是說我跟我姐是不是 是你姐跟佩慈 那時候他真的不行 很好 他真的普通啊 算是排第三吧 普通啊 我說算是排第三漂亮的 JJ排第三啊 如果以那個福泰來講的話 阿雅還贏妳一點 我都一直覺得我們七仙女 會讓她覺得說 也沒有很漂亮 就是被阿雅拖垮整個水準 所以我是妳啊 妳也很拖垮水準 沒有 小刀我那時候高中 漂不漂亮 超重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張道 就是沒有把妳看在眼裡 不是 康永哥 所以他是笨蛋啊 好像 世人不清對不對 而且那時候我有兩個學弟 我兩個很要好的學弟 要去把他們姐妹花 真的嗎 對 要把他們姐妹花 一個把大S 一個把小S 對 結果 然後我們就 因為我們那時候已經快要離開學校 我們都沒差 反正學妹就你們去管就好啦 然後後來應該 我不知道有沒有在一起 有沒有成功 好 一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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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成功啊 好像沒有吧 他捏他就表示有成功啊 你說是那個 其實妳現在不是在開賽車嗎 蛤 對啊 那位學弟聽說 打死 妳又不是不知道 妳自己來當過主持人 妳應該知道我們的節目 是龍潭虎圈 妳怎麼可能這樣就混過去呢 可是我也知道 來賓怎麼樣可以混過去 等一下會不會知道 好 下一個我們要請阿雅出來囉 阿雅 耶 阿雅今天還在你裝很成功耶 還在你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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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要出來啊 很煩耶 奇怪 你幹嘛推你啊 不是你講的 對啊 我應該是算 華浪夜校裡頭 寵女大翻身 最成功的例子 有成功嗎 我想 我想歸 你看你 你身長之後沒有瘦很多嗎 各位觀眾今天又看到阿雅 應該已經有厭倦的感覺了吧 阿雅你不是一直想阿雅說 阿雅你要出國留學嗎 怎麼還不走啊 這是我出國前的最後一個通告 然後他去回來了 我跟你講 他不是他先去西海岸 他不是要去你跟他通宵 他問他說他要去西... 問他哪邊嘛 你自己問他去哪 他就西岸啊 然後在東岸 在紐約啊 然後在哪裡 我說西岸 那他家是苗栗通宵啊 到紐約就紐約紐約啊 然後最後再到東海岸這樣 而且我西別會辦一年 然後結果只去一個禮拜 從二月份就開始被你的同事們 要求一直錄臨別感言 對 我們都在情緒裡面耶 我們都在情緒裡面耶 這就是叫什麼炒新聞嘛 不是 搶反面 但小孩子都已經付出了 你還在這邊嗎 這是 沒有 這真的是我出國前的 最後一個通告了 不會再出現喔 不會再出現了 下禮拜不會再出現 怎麼可以讓我出現是不是 那幹嘛今天要找我來 奇怪耶 因為我們直接打主說 你看阿雅今天會不會來 對 沒有 他可能是要 你是要跟到那個 有旅行社交贊助的機票 他還可以打招牌走就對了 說真的 我要走 你們不會有一點點想念我嗎 還好會 我們就很開心 我都已經感覺到想念大家了耶 我們就很開心了 因為現在有網路啊 你可以就是你知道視訊啊 對 MSN 小孩子 下一位如果我們就忘記 他標記要出來怎麼樣 我覺得OK的啦 我跟你講 他已經有會隔著木板 然後想盡辦法加入我們 反正他在後面 其實你跟工作人員也聊得很難 那我們就開始錄影了 OK 好 好好把大名放出來吧 大名 不好意思 壓軸只是我而已 其實 其實我們哪有講壓軸這個名字 沒有 因為我最後一個 不好意思喔 你剛去慢跑 你怎麼唱 你剛剛就有HIPHOP了 對 我剛剛是在聊七仙女的事 你知道我剛剛出道的時候啊 曾經有人誤以為我是 七仙女的議員 對啊 哇 但現在好像還有人這麼以為 但我不知道 現在還有 所以男賣女裝 比阿雅成功了 阿雅應該 人之將出國齊也也要善好不好 可是你要出國我也沒有 而且早期我一開始認識他們的時候 我本來不覺得阿雅是七仙女的議員 我剛剛看到他們七個湊在一起的時候 我以為這七仙女只來了六個 然後阿雅是寶玄 很多人跟我反應說 你幹嘛讓阿雅入旗下啊 我也很為難啊 因為我們七仙女只要有人跑腿吧 好 今天呢開華剛的同學會 來歡迎小S復出 好 我們要來辦一組 大家坐下來 好 今天為了歡迎徐希莉小姐 從回我們康希來的呢 我們為她開了一個華剛的同學會 招待妳的同學們來看看 生了孩子的同學 帶給他們什麼樣的滄桑的感覺 其實我還滿驚訝的耶 真的嗎 因為想說怎麼會 邀到兩位這麼不熟的 林志穎對妳應該完全 在學校的時候 就沒有留下任何印象 因為他們已經都畢業了 我們才進去的 林志穎先生他很開心耶 今天到後台他就說 早該這樣子了嘛 早該找我們華剛的人 一起聚在一塊了 真的嗎 因為我覺得華剛其實 不是只有我 其實還有很多的人 對啊 剛剛隨便講都二三十個 新小琪 蘇慧倫 天欣 還有後面學妹啊 王欣霖 楊晨霖 還有王仁甫 對 拉阿 所以妳們一直都說 她是華剛的 拉阿是華剛的 妳剛剛有冒出哪一個名字 大家陷入沈默中 拉阿對啊 拉阿在人心另排那邊啊 有沒有看到她的髮型 對 她就是第二個嘛 拉阿當然是拉阿 以前也瘦過了 今天是拉阿喔 快看那個髮型 一看就是拉阿 沒錯啊 這是拉阿 拉阿走過HIP HOP HOP 我都不知道了 對 妳說是妳文美 我還會昏倒 拉阿學張道志的 對 她在學生時代 張道志過來站一下 讓妳的人心裡 為何會站 學長妳怎麼爛 妳在時候是被運氣不太好啊 沒有沒有 我以前在學校剪這個頭髮 很殺的好不好 然後拉阿那時候 很多人想殺妳 對 要什麼也要殺 好多男生就去剪這樣的頭髮 真的 然後拉阿她就是其中之一 然後她的頭髮到現在 進演藝圈她一直都沒有變 你說很殺 她是說男生覺得妳很幽默是不是 對啊 很有型 就是真的 妳那時候可以剪這樣頭髮的人 真的不太容易 十幾年前 後來有幾個學弟 他們進入舞團當舞蹈老師啊 他們也是都剪這樣的頭髮 妳這表情滿適合 就是社會新聞然後被逮捕 沒有 我剛剛說 為什麼他們兩個踩車 這樣是往生者的意思 怪怪的 要不然就臉切一下 不要一直看著臉 張超市 所以 所以 妳進華剛剛跟林志穎沒有關係 跟林志穎沒關係 跟那個George沒關係 他們都比 對 他們都畢業了 那妳那時候幹嘛進華崗 真的嗎 什麼 沒有 就是一方面也滿喜歡表演 然後一方面也真的考不上啊 可是幹嘛不要說 就直接去表演 不要念書了 這樣不行嗎 不行啊 那樣會承受輿論的壓力 國中畢業只能當校女吧 那為什麼大S跟小S 都可以一起考上 妳難道不擔心兩姐妹只有一個 能夠考進去嗎 沒有我其實本來讀了國光異校一年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環境不太適合我 因為他們是走比較軍事教育的感覺 然後我做人就是比較隨性 有點大小姐風 然後在裡面就是 被學長學姐就是管很嚴 然後就覺得這樣不公平啊 就是大家都是同學 何必搞這些 然後我想說 那我就轉學好了 然後才發現 原來國光異校這個學校 是屬於國防部 不屬於教育部 所以如果我要轉 只能轉到鍾正玉校或陸軍館 小S的女兒竟然被嫌是醜八怪 就是如果那個嬰兒真的不可愛 我就會說 好大或好笑 我就會閃開 就不… 其實不意思說出口說好漂亮 對 結果有一次我帶我女兒 去辦那個 好像是身分證那類的吧 然後反正就是在抱她的時候 就有另外一個女的過來說 其實我看一下妳女兒好不好 我就說好啊 她就說 喔 很大耶 她就蠻好的她 就只有重考一條 妳當女軍官不錯耶 對啊 有那個畫面耶 很角色妳 然後因為我跟我妹子 差一歲多 所以我重考一年 就跟她同一班 OK 很多人都以為她留級 其實不是 CD不在康熙來的時候 陳某妳的姐妹套 幫了我們很多忙 當中大S有來閃光 幫過我們主持 然後阿雅最多 我知道 我看起來都煩 真的 沒有啦 帶的時候收視率也很好好不好 我知道我很感謝他們 真的 我今天來妳是一直要逼我翻桌 阿雅那時候來代班的時候 是想要 就從此把許希弟的位置占掉吧 完全沒有耶 真的嗎 而且我那時候已經知道我要出國了 所以就抱著接近 又來又來又要放消息 就抱著接近我們的心來幫忙 沒有啊 就來主持也蠻好玩的 而且跟你搭檔 我想要看看你到底是怎樣 結果怎樣 他在背後說了好多你的壞話 很壞 這很好啊 就來玩 OK 為什麼進華剛 因為我就真的很喜歡表演 而且我把華剛當成我的第一支 可是他們都跟我講那時候外型不佳 超不佳 可以憑實力吧 阿雅那時候好像是樹柯很 前面幾名的嘛 對 我是樹柯第一名進去的 勞勞丁一弱的路線那種嗎 勞勞丁一弱好帥 你不是說講個女的 你不是說不能講個女的咧 我只記得我考的是叫我切鳳梨 大餅你覺得大S比較適合 切菠蘿切到手的細鹿還是小S 小S 真的嗎 他很適合這種嗎 對 大S就是適合演 比方說就大小姐生氣 對 我們來演那個 就是說那個 你要把乳吸到那個瓶子裡去 就發現自己的乳暈就是大到 你是說以當時的年紀嗎 就一個國中剛畢業的女生 抽了一張題目嗎 就發現乳暈大到不可限量的地方 怎麼辦 你就這樣尺度會不會太寬 你演得出來嗎 因為吉奶 你必須要你知道真的去揉它 蛤 可是重點是乳暈還大到不可限量的地方 以前我們的來賓不是說 他都會自己跑出來嗎 對 是你後面 那是分泌過剩的 沒有 不是 我們那時候還說S回來以後主持 會逐漸把外衣都弄濕 對 因為我有聽那個林葉廷 還是王彩樺講過說 他說有的時候光是看別人在奶孩子 或是自己想到的孩子 就會雞噴出來 對 那是那些 是你如果乳腺被擠得非常暢通的話 那個你聽到嬰兒哭 你就會想說 寶貝餓了 然後他就會自己這樣流出來 但是因為後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叫阿咪老師 跟我們嬰兒哭的聲音 你就會開始流乳汁嗎 沒有 但是因為不是這種 類型的入負 對 我乳汁沒那麼活潑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穿什麼套 觀眾期待看這一場看了很久 我也很想問你 但我真的沒 我自己是 我們家冰箱好像還有從一兩步 那應該是陳孝娟借放吧 我們拿來給觀眾抽獎好了 所以我也覺得滿懊惱 我自己不是那種乳汁亂噴的媽媽 所以擠的時候很痛 我跟你講我生產就是剖腹 從頭到尾我都非常冷靜 只有到脹奶那一刻 我才是罵了我 就是整個懷孕過程第一句髒話 生產的時候都沒有罵髒話 對 我只是覺得都還滿輕鬆的 然後醫生就說 哇 你好勇敢喔 然後到最後開始脹奶 然後護士說脹奶囉 不擠會乳腺炎 然後我就說好 把我來擠 他就疑愛我就這樣 然後在護士來說 啊 寶貝在這邊 我說算了 她睡了 因為真的很 很痛啊 所以根本沒有像別的媽咪那麼好命 就自己會一直出來 沒有 一定要經歷那個就是很痛就對了 天啊 我們為什麼會從怎麼烤筋華當一下 不是 因為我就不曉得說 你們這些還沒有小孩的同學 開同學會的時候 來了這種媽 你們會不會覺得很掃興啊 就是說來了一個這種 就勵盡滄桑的女生 其實我們七仙女裡頭 有另外一個青芳 她已經有三個小孩了 那妳現在有小孩 還有臉參加同學會嗎 什麼叫有 不是 不是一直沒有人 約我去開同學會 約妳會去啊 應該還是會吧 OK 可是會一隻癢媽媽精 不會 我跟妳講 我真的被冤枉耶 因為那個媒體都說 小S大聊媽媽精 我真的沒有主動硬要聊 甚至那些人問我 我就只好順便講 沒有那麼愛講嘛 對不對 而且我也不是那種 會亂秀小孩照片給別人看的 瘋狂媽媽 妳幹嘛影射別人啊 很奇怪 妳有沒有小孩給我們 照片給我們看 我們應該要怎麼反應 妳才會滿意 妳知道我以前是屬於那種 看到別人的嬰兒啊 然後如果真的不 所以我如果拿照片給妳看 啊 好大喔 什麼東西 妳知道我以前就是這種人耶 就是如果那個嬰兒真的不可愛 我就會說好大或是好上 妳就會閃開 妳就不一定說出口說好漂亮 對 結果有一次我帶我女兒去辦那個 好像是身分證那類的吧 然後反正就是在抱她的時候 結果另外一個女的過來說 結果看一下妳女兒好不好 我就說好啊 她就說 很大耶 然後我就想說 所以妳現在懂了 就是說好大的 那是在閃避重點對不對 所以我以後看到小孩我就說好可愛 妳真的很外行 我上來就會說好可愛 專門就是說好像媽媽 好像爸爸 對啊 我連那個都不講 我就一律都講好可愛 可是我們俏妞真的很可愛 是真的 真的很可愛啊 可愛死了 康勇哥 你們三個停止了 對啊 好 那七仙女的組織是誰開始 我組的 因為我在學校最喜歡組黨組派 然後既是黑色 又也是金光黨 所以為什麼要容納阿雅 沒有就是我們幾個好朋友嘛 就是我跟我妹 然後阿雅一開始是我們剛開學 就很聊得來 我們三個最好 對 可是妳們入學前不認識阿雅 不認識 那入學的契機是怎麼樣認識她的呢 就是我們 因為我跟我妹兩個人是姐妹 所以就很聊得來 然後阿雅就是那種 處處就是很希望擴大自己的那個朋友圈的人 她就會偷聽人家講話 然後就會加個幾句 然後有的人就是不理她 因為我很喜歡開玩笑 就很想要找到可以一起開玩笑的人 然後她就偷聽我們倆在開玩笑 然後我們兩個就說那個誰誰很像貓王 她就說 然後她就模仿起來 是哪來的門啊 然後就想說這個人還滿配合的嘛 那就跟她做朋友 對 我就說阿雅那妳會模仿貓王叫Michael Jackson嗎 然後她就還真的可以 對不對 是因為這個嗎 對 那妳們姐妹 妳們真實的大小孩子姐妹 一定有在阿雅轉過身去之後 就偷偷講她壞話說 沒有 她們不會等阿雅轉過身 對 直接講 對 對 那是七仙女的照片 阿雅是穿那個背帶牛仔 不是啦 中間 不是 是中間那個 中間那個 在跑步那個 所以阿雅跟妳剛剛說 那個算左右護法 阿雅還不錯耶 那時候 沒有她們長得這麼糟 那個時候已經是高三了 她已經瘦了 對 她高一的時候很可怕 高一的時候長得像好少文 真的 這就是七仙女 這就是七仙女 妳們那時候在學校裡 真的大家都很乖嗎 沒有人會偷講說 搬上哪個女生 已經懷孕了什麼這種事嗎 不會那麼邪惡 但是就是 會直接給她 譬如說我們七仙女幾個 就是那種 大家上課就是覺得 怎麼學校這麼無聊啊 我們來 就是自己搞創作啊 然後自己會天馬行鴻的一些想像 以後的那些那個事業等等 然後就有一群女生來學校 都是穿的那種 很制服改得很緊 然後下面配高跟鞋 然後化萌妝 眉毛剃掉 畫得很細 看到跟她當時的裙子是緊到 她們走路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跨開步 所以她們都走好這樣走路 然後走到樓庭那裡的時候 就會愣一下 因為想說她要怎麼跨上去 然後就慢慢走這樣 就是她們會做指甲 然後上課的時候 就會再擦指甲油啊 然後就是的那種女生 她們有幾個是那樣子 眉毛很細 我們離開學校 以後學校變酒店了 對 然後我就 因為我是那個七仙女為首的那個 就是七仙女老大 然後我就直接就說 以後就在她們寄女光 她最有種還不止這個 她最有種是有一次 就是教官把風紀股 她有一年當了風紀股長 學校館服裝儀容 把大家都擠合起來 然後就 她不知道為什麼突然 當著所有人的面 就說教官 請問一下那個女同學 來學校的時候 把眉毛畫得跟金子一樣 要不要寄 然後一堆學姐 眉毛都畫得跟金子一樣 就叮咕 因為那時候很流行 偶很大 外面很細 結果那些學姐 往外面大家 然後每個真的 臉上都兩個金子 對 然後我叫她們 幫她們搬上去 全班就是全班 圍攻她 然後我就一個人 站在講台上 他們就說 因為一進去一定要說 學姐好 學長好 然後他們就說 我問妳 妳今天說 眉毛像金子 要不要記是什麼意思 然後我就說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樣子眉毛都剃掉 然後化濃妝來上課 這樣算不算化妝的一種 因為就是學校不准化妝 然後我就跟他們 認真的解釋 他們就說 妳了不起啊 妳了不起啊 學姐好怕妳喔 就開始跟我用手 然後我就說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這樣子算不算化妝 今天學姐鬥不過她了 鬥不過她們就只會說 妳囂張啊 怎麼樣啊 好厲害 她講不出二讀都罵了 然後他們就說 然後就傳證人 然後傳證人就是阿雅 然後阿雅進來就說 學長好 學姐好 他們就說 什麼什麼 我聽不見妳叫什麼 我說 她說學長好 學姐好 妳聽不見妳耳朵龍啊 然後就跟她們大翻臉 幫了媽咪的小S 總問學生時期的瘋狂生活 媽咪妳看 我總是看什麼 然後就從這裡拉出一根那種 涼涼棒的 然後她自己用那個 奇異筆上面寫 科技 整根猜進去就拿出來 我都看傻了 小冬 好醜 好醜 這就像說 阿雅本來要當證人 就是一個廖北亞囉 不是 她沒有 就是傳說 就是傳說我講這什麼意思 要叫阿雅來評評理的 反正最後 那妳不是去出賣妳的姐妹套 當然不可能 最後那件事的結束 就是我姐拍座跟她們講說 妳們也太幼稚了吧 可是那個下課大概15分鐘 她們從頭到尾就是 就是 就是了不起 就是了不起 妳想不想說 然後呢 就沒有講出一些背容來 沒有起前轉合 就一直了不起 那請問 林志穎離開學校後 她的傳說就 傳奇就結束了嗎 就再也沒有人 迷戀她嗎 一直都有 好像後面有很多人都是 老師每次只要 以教訓我們的時候就會說 你們不要一來學校就是混 不要以為 隨便都可以當林志穎接班人 可能如果你們沒有 不學好好的學東西的話 還不是一樣 這真的很嚴重 我記得我們上一屆 還有一個學長 她也是比大家都老 然後比較老的 本來就容易被學長學姐叮 而且她的名字 因為她叫林志穎 她被叮得很厲害 你以為是林志穎 應該這樣子 而且我記得那時候 好像林志穎都已經畢業 但是她的跑車還 常常出沒在那個陽明山那一區 對 然後每次你跑車一出現 出沒的時候 就整個學校都會傳遍 因為華岡音效很小 所以華岡音效真的小到 就我在中庭稍微講她壞話 就大家都聽到了 你畢業後為什麼還開著 跑車回去 真的嗎 黃色那一台很像計程車的 就是在那個小陽的 很扁的那一台 滿扁的 對啊 為什麼會上山 去拔 你要把她說什麼鬼故事 沒有 去拔學妹嗎 可能已經習慣了在山上吃東西 因為那時候住校住了兩年 高二高三都住校 可能習慣山上吃東西 可能常常上山 沒有 她那時候好像有 跟我們華岡的學妹在一起過 有 有有有 學姐好學啊 這還假的 學姐嗎 就她同學啦 所以張道志 你們那時候男生是 你們那一屆沒有搞這種什麼 七公子這種東西去玩 沒這回事吧 OK 沒這回事 那你跟林志瑩算一檔的嗎 不過我們班的男生那種 落差都滿大的 因為我是全班最小的嘛 然後我們班就很多那種 我是屬於63年次 那我們班是有很多 她是63年尾的 58年次 59年次的 或是學長退下來 或留級下來的很多 就是當年大我們五歲的 然後我們要教他同學 或是說 等到我們已經變成學長了 學弟年紀比我們大 那我們班也不太被學長欺負 因為我們班有一半的男生 是學長退下來 留級下來 那個 你知道有老師跟我講過 他說有同學畢業典禮的時候 家長來參加畢業典禮 然後父母才跟那個老師講說 蛤 你們華岡一校不是五專呢 他騙家人說是五專 然後繳了五專的學費 真的 那個五年才畢業 其實被留級兩年 我也騙過我媽 我說你現在放眼望 就看到紅色都是華岡一校 其實有三分之二是旁邊的修道院 學校真的很小 然後功課很鬆嗎 還滿鬆的 他們比較注重那個術科 功課鬆到就是 我記得有一年的英文考試 有那個繪畫 就是聽 寫 練習 然後那個考試的時候 就是剛開始英文考驗發完 老師會告訴我們先做那一大題 然後就會有一個人 在那個廣播那邊唸一篇文章 唸完以後 我們就要做後面的閱讀測驗 然後CD就在 就那個人在唸文章的時候 他就說 吵死了在吵什麼 然後他就一直亂寫 然後後來寫到 那一大題明明在最後 等到他寫到那一大題 他開始覺得莫名其妙 這到底為什麼 因為他跟我說瑪麗跟強 你為什麼會去喝咖啡 我想說 我哪知道 而且因為他滿噁的 結果原來那個人就在講說 瑪麗跟強妮他們是好朋友 她唸一篇作文 對 然後他們完全不聽這樣 就想說 亂答就是了 對 我就講說這個 考驗還真是無厘頭 好 那個課堂上面的情景 要讓大家回味一下 所以CD 妳可不可以去坐小刀的位子 然後小刀 往艾亞的方向移一點 好 許一蒂小姐 有一件有名的事情就是 小刀是坐我前面嗎 對不對 我坐很前面 對 請重現當時那個 用到腳的那件事情 小刀你先轉過去 OK嗎你 小刀 小刀 好慘 就是直接弄到臉嗎 欸 你的腳怎麼能夠跨過客桌 她就這樣子啊 她才不管 她腳就拿起來這樣 我筋還滿開的啊 而且她腳又臭 你只對小刀這樣做 沒有 我有一次 有一陣子我也坐在她前面 然後她每次叫我 我都想說她指甲為什麼這麼尖呢 就大餅 後來我回去發現我被整個藍了一片 因為她每次都用 人原子筆刀 然後我整個被她都是藍的 怎麼這樣子 因為我一直沒發現 用各種道具來捉弄你 我只是想跟妳們示好而已 她有時候會自己刷拔她說 大餅 你看我轉過去說看什麼 因為她 她是一個很愛挖鼻孔的人 就是西緣說 你如果要找徐姨的桌子 你要低頭下去 看下面都是鼻石的 就是她的 然後她就轉過去說 大餅 你看我轉過去看什麼 她說 然後就從這裡拉出一根那種 涼涼棒 然後她自己用那個旗幣 上面寫 骨科技 骨科技 整根塞進去就拿出來 我都看傻了 妳怎麼做到的 就是 因為我都一直很open 我的心理去接受任何事 妳自己也常創造任何事 對 然後那時候大餅自我前面 然後她非常會畫畫 然後她都會 比如說畫那種很性感的小女生 什麼的 然後我都會說大餅 我給你出題目 然後你畫給我 她都會說好 她都說什麼題目 我說老人與狗 而且她還會越規定越細 比如說那個老人是來自美國 坑塔吉州 就叫結果 我一定要從畫裡面 畫出這些東西來 她跟母狗的愛啊 是什麼 她跟母狗的愛 她跟母狗的愛 她其實說老人與狗 是跟老人與狗那個 那小刀 你當時已經在愛徐希弟對不對 高一的時候 高一的時候 所以你轉臉的時候 發現是她的腳 你有竊喜在心嗎 我沒有 神奇不理 他有 他有 我哪有 不管徐希弟對他醉什麼 他就說 弟 你不要這樣 可是其實都是面帶微笑 他會說 你幹嘛 對 然後臉都是笑的 對 你知道小刀以前好像還為了要追我 然後因為男生追女生 你怎麼知道 倩女幽魂裡面的一棍 十里胡平雙滿天對不對 對 十里胡平雙滿天 好爛喔 你知道高一哥 他說我寫了一首詩給你 然後 我們三個 我跟艾亞就說詩 一起看 我一看一看 他就說十里胡平雙滿天 十里胡平雙滿天 然後念完之後 我妹就說 這不是倩女幽魂裡面的 好笑喔 而且那裡面都錯字連片 好爛喔 為什麼會超好一點的書啊 我都忘了 我都忘了 我那時候也不是 我就很想表達 我很喜歡他 但是我又不敢 然後我就想盡用各種方法 我覺得你還滿願意講出來的 對啊 你很大方 沒有不敢 許醫弟他那時候就從來沒有 一刻中是忽然受信大發 就想要抱住你什麼勇吻這種 好像沒有 真的 這方面他還滿紳士的 所以他就一直維持一個 就是默默的奉獻的這種角色 對 然後你們就是以靈略他為樂 對 所以我指使他去買什麼買什麼 OK 那根本也沒有覺得 有一天要真的跟他在一起 老師說 真的沒有 哎呀 你騙我 你還跟我說 你還跟我說 小刀你不要太難過 其實西蒂有喜歡過我 你會不會這樣說 我是鼓勵你 跟他真的說不然 哎呀 你還可以被蒂頭 是衝人 你還要你 害我還到處跟人家說 其實西蒂有喜歡過我 我沒有太難過 所以徐西蒂從來沒有被小刀 當時種種的作為 稍微打動過說 那就稍微跟他交往一下 就只是會覺得他這個人 很會搞笑料 但是沒辦法對他產生那種愛 所以他不是耍酷的那一種 他不是 我還記得以前我們學校 就是非常鋒名那個粥 肉根 對 然後當時他跟另外一個男生 也是就是那種 你知道很兩光的人 兩個人就是班上 神跟小刀 小刀 小刀兩邊 對 然後當時小刀呢 就從福利社端了一碗粥 然後就放在桌上 然後他就跑去跟人家聊天 然後小刀就跑過來 然後就在他那個粥裡面這樣 醒了一大坡的鼻涕 然後我們就在那裡一直笑 然後小刀就轉過來說 好 幹嘛啦 然後 然後 我們三個人 就在那邊 還有佩子 我們幾個人 就親眼看 然後就一直好期待他吃 然後他就說 你們笑什麼 這粥裡面不會有問題吧 我們就說真的沒有 我們不會騙你 我們都是好朋友 誰會騙你 然後他就吃 一吃我們就 就一直大笑 一直大笑 然後就跟他講說 你那粥裡面被小刀醒了鼻涕 然後他就 就把小刀這樣抓來 擠他嘴巴 進去他的嘴巴裡吐彈 好冷喔 好 黃鋼幫還有更多爆笑的事蹟 廣告後再與你分享喔 然後我們 我們剛剛節目open 你不是很親耳一起 就是套出小刀 跟徐慧欣交往的事情 對啊 好容易喔 因為他在高中 就是一個非常好套話的人 對 我們對於說 小刀講真的啦 你跟那舞蹈課選美 有沒有在一起 他說沒有啦 我就說講真的有沒有怎麼樣 他就說 好啦 已經有跟他 發生什麼關係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有一天專程喔 約小刀出去喝下午茶 去下午茶 去凱雲樂飯店 對 然後就說 我們請你喝下午茶 然後就叫他把跟學妹的 所有的那個細節 全部都講出來 床地之間的 對 然後我們就再回去 跟其他的人講 他們三兩個高中的時候 很奇怪 就很喜歡抓著我問說 有沒有什麼性生活啊 還是有沒有怎麼追女生啊 所以你怎麼可以 又跟別的女生發生關係 又愛徐慧欣呢 他可以啊 他為什麼不可以 他秀性很強 對他追很久都追不到啊 所以把壽性發洩在 另外一個女生的身上 我什麼把壽性 我是 他發洩在舞蹈科全科的身上 他高中還曾經花心過啦 對 所以摘在徐慧欣手上 算是你摘了一個大跟頭 我不知道 反正我還覺得我在課外 還陪他去做了很多事 結果我現在突然覺得自己是一場 只是自己在做夢 還陪他去看他姐的什麼服裝秀 走得半死跟阿雅 超遠 然後還陪他們去西門町看狗啊什麼 那時候我都覺得好幸福喔 對 就有被他接納 結果都是一場哭 對 結果都是一場哭 那阿雅 阿雅妳說實話 妳當時有沒有想要 就是把小刀就接收過來 那為自由 完全沒有 那個時候 阿雅以前也是暗戀一個學長 不是 是學 沒有 他在家 就是最早之前 他暗戀一個學長 後來長大之後 那學長其實是給 我知道是誰 你要選名字 妳不用擺人家out吧 因為我後來有遇到他 對 就是當暗戀那個學長 可是其實是這樣 然後他們兩個啊 因為我暗戀人 我就會變得很俗辣 然後結果有一天 他們好像跟那個學長還不錯 然後結果我們就去那個學長的教室 然後西元就把我叫過去 就要把我們介紹認識 然後西元其實是好心 就說你來你來 結果後來我到那邊之後 看到是他 我就哭著跑走 因為覺得太過分了 幹嘛要這樣子啊 快你不一起幫我 他不是 那齊齊齊 妳的腳趾只有戳過他的臉 沒有戳過別人的臉 蠻多的都被你整過吧 就是他的那個死檔小兵臉有嗎 他很愛用腳耍寶 我記得有一次好像我去五公客 他就突然把 就是走到我面前 然後把腳舉 就是也是舉到我面前 然後說大餅你看 然後就把五隻手全部都撐狠開 就是要我知道 我仔細看他中間的那個 很奇怪吧 我 我說這也是有點莫名其妙啦 所以幹嘛 因為我是覺得腳趾 蠻藏很多神秘的力量 因為我以前在學校常常會研究說 腳趾也想玩剪刀石頭布 然後就會試試看說 可不可以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妳那時候叫小刀回頭 用腳戳他只是戲弄他 也沒有戲弄只是覺得好玩 鬧得玩而已 對 就想跟他示好 那後來就是 妳自己有別的暗戀對象 然後就去進行妳的感情生活 對 後來就暗戀那個舞蹈科的學長 然後等於 他只要一有暗戀的對象 累的人就會是我 因為你知道 就是我們 我們那個時候教室在四樓嘛 然後學長他們都是在二樓的時候 二樓練舞 然後他每一節下課 都一定要跑一下 可能有時候是跑三趟到四趟 對 就是要去一樓的福利社買東西 可是其實根本我們都不餓啊 而且他就買了很多 然後為了只是要看那個學長一眼 然後他經過就會說 阿雅 阿雅妳看他有沒有在看我 妳看他有沒有在看我 因為他自己俗辣不敢看 然後就叫阿雅看有沒有在看 可是他沒有在看他啊 沒有 那個學長根本就沒在看他 可是阿雅就會說 我覺得他有在看妳 我說那他用什麼樣的眼神看我 在一幾秒的時候看我 阿雅那學長後來有喜歡過我 妳還記不記得 有嗎 後來是有 有注意到他真的是暗戀的 有一次那個我長水痘 我有跟妳講過這故事啊 我長水痘然後就請假 然後那個學長就跑到我們班上說 要約我出去跟他不知道看電影 還什麼看戲之類的 天啊 結果我覺得說 可是我妹長水痘耶 然後後來我那個回學校之後 他就跟另外一個女的交往 就是我們班上有一個 行跟你很像的女生 不是 是美術科的 而且妳知道 為什麼妳會長水痘嗎 因為我們有一年 那個耶誕節的時候 我們兩個在拍照 兩個人一起在清垃圾桶 結果隔天我們兩個都長水痘 結果他們帶起了一大波的 水痘大流行 而且我連我當時已經19還20 都感染了 然後我媽還跟我講說 妳長過了妳不用害怕 我就真的不害怕去學校後來 結果妳知道 人越大長水都越痛苦 我那一年我連喉嚨裡面都長 那妳不要再說謊了啦 真的啊 我這次研究華剛的事情的時候 發現一個讓我很意外的就是 妳跟妳姐當過班上的幹部啊 對 而且都是很重要的幹部 這太可笑了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可是因為我們兩個當幹部 我們班整個那個風氣變非常好 對啊 我們當時是全校最乖的一個班級 妳敢相信嗎 戲劇科啊 妳初期我們也都不看好 妳當什麼幹部 我是當那個風氣鼓掌啊 我當副班長 而且西元當風氣鼓掌很好笑 因為她都是因為覺得那個 班上的學生在 就是同學在打擾她睡覺 對 因為她在睡一睡一睡 她就覺得好吵喔 安靜好不好 然後全班就立刻變安靜 然後就 因為我們那時候還在當藝人 就是晚上要趕通告 趕到很晚 然後白天一大早又要去學校 所以去學校就真的很困 是誰負責要點名的 我 我是副班長 妳副班長要點名 對 她有多愛這個工作 她那個 我有一個板子 上面有 上面有全班的名字 然後就鐘聲一響 我就會立刻這樣 就是在 噔噔那個噔 才剛下她已經站到台上 要點了 對 我就這樣夾那個板子 然後就站在上面 而且我跟你講她在下課的時候 就已經一直在擔心說 你覺得她上課會不會有人遲到 你幹嘛自己搞壓力這麼大 所以等一下噔噔噔噔的噔 第一聲你就要再上去 我就開始準備夾啦 然後你知道就開始有點要 開始到講台那附近 然後呢 所以最後一聲余聲還在盪量 她就說 1號 然後這是妳的工作 對 然後就會有些那種男生 還在打籃球 然後就衝印這樣 又 然後就是這種 我可以玩疫苗 玩疫苗要寄 然後我就會這樣子 還是給她畫就是遲到 她就說 對 我還是有來 我就說 為什麼花大錢給妳來這邊 不是遲到的 而且徐一帝很做作 就是她沒有當幹部之前 我們穿衣服什麼 偶爾就比較隨便嘛 就是可能衣服也不會塞得很好 可是她當了副班長之後呢 衣服啊 她襪子都會穿 就快要接近膝蓋的那種長襪 然後衣服都會塞得非常好 然後板子一定會拿這樣子 然後背也背得很 你好噁心 妳就是一個走狗啊 妳在幹什麼 而且 真的想要以身作則啊 然後呢 那些人被妳寄得遲到以後 會遭到什麼樣的後果 就是寄三次 就會寄一個警告 或者是這一類的 妳要死啊妳 反正 或者是礦課這樣 而且我完全不手軟的 沒有 而且更糟糕的是 如果我們有礦課 或者是遲到 就會扣操心分數嘛 那我們老師就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們想把你們 操心分數加回來 去那個創世基金會顧植物人 兩個小時可以加0.5分 我真的顧到一個植物人醒來 妳知道嗎 我真的顧到半夜 有一個植物人醒來 我真的花好多青春在那裡有 那也很感人啊 那遲到的人就是衝進來求情什麼 都不能改變 都不行 其實妳知道有一種快感 掌握人家身殺大權的那種 對 然後老師都會在背後跟我講說 真的有妳班上整個都不一樣了 所以我跟老師感情非常好 走走喔 老師還送那個髮褲給我 所以送那個髮褲還是阿雅AI的類 什麼用啊 你知道他們當中最不會 就是最不得老師遠應該是無配子 因為佩慈 她是一個很職人 我記得她有一次得罪我們老師 真的很好笑 我們老師是一個 就是很像媽媽 但是她 你知道有點台灣國語的人 然後她就跟吳佩慈講說 佩慈有一次請假她就跟佩慈說 佩慈啊 那個 妳那個就是請假單 妳後來再Hawkes給我好了 然後佩慈就說 Hawkes Facts 然後她就跟那樣 天啊 妳怎麼敢這樣講 所以 林志穎 妳在學校的時候都不會 都沒有當幹部什麼這些嗎 幹部好像都沒有喔 為什麼 尤其到了高二那時候我就 已經有人發覺我 然後就開始受訓 然後受了快八九個月 然後接著就出片 所以說其實那時候 那個階段 就像他們是 就像你們應該知道 晚上還要錄音 上通告白天 所以基本上白天我都在睡覺 在課堂上睡覺 對 其實那時候課堂上睡覺 應該算蠻 很正常啊 因為其實 班上有霧啊 對 有時候還有霧 你知道霧會飄進 教室裡面來 那才不是霧 那是雲 雲 對 超雲 飄進來又怎麼樣呢 就我們在後面睡覺看不見嗎 老師可以知道 飄進來 你的視線不會超過前一個同學 你只能看到兩個同學 所以我們還集體出去吃了一頓飯 再回家 結果要這樣 上課自己還帶霧燈 那你們就可以翹課啊 翹課就算我還聽說有學長 就是前面老師在上課 後面有雲 他們就在後面抽煙 我記得我們高三的時候 後來還為了我們這些 已經成年的老高中生 規劃了席宴區還是什麼的 有嗎 真的假的 只是沒有就是浮上檯面的那種 那林志穎之前 華剛沒有比你更有名的學生 蘇慧倫啊 欣曉琦 但欣曉琦沒有標榜她是華剛 李祖寧啊 所以沒有製造出這麼大的選手 而且他們都是女生 對 因為以前戲劇科是國劇科 在蘇慧的時候還是國劇科 對 我們那一屆 我們那一屆是剛好是 剛好沒有國劇科開始 我還記得要 那天考試的時候 我們那天考試的時候 一堆人等著叫號碼 然後結果一個人拿著一支槍 就默默坐在那邊 然後結果等到他考的時候 他說那個準考 那個老師就跑過去說 某某同學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不收國劇科 他說 他一支槍默默的就走掉 天啊 好可憐喔 他等你一個下午耶 他一定要去考復興俱校才對 對 但已經同一天考他錯過了 我們已經不收國劇的了 就是剛好我們那一屆就沒有 不過我們還是要學國劇科